自裁成長的方向 那終於有機會可以好好介紹這個Audrey 那大家其實在媒體報導已經看了非常多 這個最年輕的政務委員 天才海客 the first transgender minister in Asia 這些大家可能請很多 可是我最想要介紹Audrey的方式其實是這裡 我手上這邊有一包咖啡 上面是G01一定是政府 然後上面有一個slogan很有趣 他說沒有人要幫你煮咖啡 那這個其實大家有在followG01的東西 大家常常在抱怨 沒有人要清垃圾 沒有人要幫我們startup做financial規劃 沒有人要幫我們support我們的bisa 各式各樣的抱怨 可是我覺得其實在G01它推動的概念 就是說你當你在拜院 沒有人為你做什麼的時候 你就是那個沒有人 所以這個一直以來我覺得 G01V或是這些sig innovation 這些部分 我非常的 我在看它這個運動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感動 我覺得這個才是台灣人 台灣人創造一個公開政府 一個公開系統的一個機會 那這部分我就是接下來等歐局 看他進入政府之後 如何推動一個這樣子的思維 那我今天歡迎唐鳳 唐政委 謝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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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非常高興來這邊 因為事前大家就已經用包含Google Form以及Slider 問了許多問題 所以其實我今天並沒有什麼Speech要給 我就是從頭到尾一直到九點吧 回答大家的問題 然後按照大家按讚的數量 還想說第一個這個問題我如果回答了 就理論上回答了27個28個人的問題 所以就可以多花一些時間 那後面讚數比較少的可能就花比較少的時間 那如果事前沒有參加這個籌備的朋友 現在也可以到Slider.com 然後輸入906就可以直接進入這個互動的聊天室 那這個聊天室的一個特色就是它是匿名的 我們也試過劇名的 劇名的都是一些無關痛癢的問題 浪費大家的時間 那匿名的話就會問到相當多很好的問題 所以我一面講的時候 當然歡迎大家舉手 或者不舉手打斷我 但是我知道這個機率當然是沒有的 所以就歡迎這個 你用就是線上call-in的方式匿名的吧 你想要interject的東西 寫在這個底下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就可以非常快速的看到底下一個 所以你如果想要講什麼的話 就可以直接講 我想我們就 就直接開始 那大家可以直接叫我彤峰或者是Audrey 好 那第一位這個非常fittingly的 叫做anonymous的一位朋友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 2013年版本的戰略學中 要討論到網路領域軍事鬥爭的重要要是 重點唯一 一偵查二攻防三威懾 面臨中華人民共和國很龐大的數位軍隊 能否以同樣三點來討論台灣 目前網路領域的攻防條件狀態 以及境外的提升計劃面臨無所在 重量注意崩壞營出票選擇股毛 網評言論選票等等要如何看位 非常有趣的一個問題 這個真的不愧是anonymous 我想是這樣子了 就是說其實internet大家知道 它就是運行在trust上面的一個機器 它是一個trust machine 那如果沒有operator之間互相的信任的話 其實這個internet沒有辦法運作 那台灣在就是新政府上來之後 主要就是透過自動安全法的立法 然後把本來的基副中心的地位的確定 然後確保所謂的資安機關 然後確保所有學資安的人 一定都有好幾個公司會去搶 這樣的一種新的產業的狀態 去鼓勵大家去學習資安 然後去跟區域上面包含韓國啊 或這些其他區域的地方 進行實質的合作 所以至少在infrastructure labor 尤其是critical infrastructure labor 就算自動安全法還沒過 該做的我們都還都做過了 但是這邊提到了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並不只是 在硬體或者是協定層 這邊特別提到的是網路的威懾 也就是說如果大家可以透過 所謂的新戰 這邊提到五毛嘛 網平嘛這些做法 它其實不需要去破壞底下的任何一層 它只要運用我們這邊 大家可能有聽過FUD嘛 Fear Uncertainty Doubt 就是說讓大家對於網路這件事情 產生恐懼 產生不確定 產生懷疑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也就達到了目的了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這個民主制度是不是 不是很可靠啊 或者是說一定是有人在操縱言論啊 那再下一步就會是 立法委員們就會想要 建立所謂的數位國土 然後把這個不尋常言論 擋在外面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要 開始進行言論的事前審查 然後再接下來就要 成立台灣的網信班了 那如果要沿著這條路走下去的話 那這個統一戰線就成功了嘛 因為就變成跟中華美國合國一樣了 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其實嚴格來講 我覺得才是我們最需要擔心的事情 就是如果大家對於網絡網路上面的言論自由 集會制自由 結社自由 產生了哪怕一四億號的懷疑 尤其是在選舉之前 那大家其實就會對網路這件事情本身 起了懷疑 然後接下來就會希望國家介入 不用國家的力量 而不是在網路上面 大家習慣的 所謂的多方利益關係人的 multi-stateholder intended governance的這個模型去做 那如果我們真的受到了這樣子的引誘 我講的是我們是說 行政院或者立法院受到這樣的引誘的話 那我們就是把網際網路 往那個balkanization 就是往分裂這個多走的一步 那我們越這樣子多走 各位在上面的創新的能力就越來越少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每次要做任何新創的東西的時候 就不只是end to end principle 不是你的使用者同意就好了 而是中間的各種各樣的中間人都要同意 那這樣子其實對於創新會變得非常的糟糕 那如果我是想要 就是對台灣進行網路鬥爭的話 我當然希望台灣最後走上這樣子一條路 因為這樣子整個創新的全員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其實我進政府之後 主要就是去減低公務員 對於網際網路這些回事 the fear and 13 and doubt 主要就是讓大家看到說 在上面的離死性人命 或是不可能的 或者是說在上面的留言 我們有一套自動應付的方法 或者是說在上面 大家的意見不一定只是發散的 而是也可以收斂的 或者甚至像line 這樣子 它雖然有end to end principle 你沒有辦法攔截它 但是在上面如果有謠言在亂傳的話 那這樣我們公民社會也有一些對應的方法 比如說你可以加一個叫做真的假的的bot 到你的朋友圈裡面 你像看到什麼留言的時候 轉給它它就會及時的澄清 而且這個可以幫助你跟家裡面的長輩溝通 這個是相當不錯的一些設計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這裡的重點仍然是 Civil Society如果有足夠的 不管是政府方面的 或者是private sector的endorsement的話 其實大家看到網路上面的問題 網路自己會產生出抗體 那這樣大家只要看到各種各樣不同的方式 都可以解決留言的這樣子一個問題的話 就不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要呆呆坐在那邊等政府來解決 那這樣的話政府就不會受到立法委員的壓力 那立法委員呢也不會覺得說 我們就一定要做什麼封閉式的數位國圖啊 或者之類的這些東西 所以so far我覺得還算是蠻成功的 大家至少你看就是就算我昨天去拜訪的這個臉書 在臉書上面也沒有非常多人覺得 我們跟臉書把什麼言論自由啊 或者言論審查啊做什麼工作 對所以即使是有那個紙本的媒體 用頭版頭條的漫畫的方式 來表達這樣子的憂慮 但是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說很少人真的 覺得網路上面的言論自由受到了控制 那我想這是非常可貴的一點就是 在整個亞洲我們是幾乎是把言論自由提到最高位 它是在各個價值裡面 它是幾乎不可以trade的一個價值 那當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比我比我年紀大的朋友都還記得沒有言論自由是這種一回事 所以他們當然會好不容易拿來言論自由 不要在這一代 就因為網際網路會普遍而失去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最適合去做各種innovation的地方 就是你在不破壞網路的中立性 不破壞網路的這種沒有事前審查的創新性的前提底下 你還是可以把這個留言的問題 五毛的問題網評的問題加以解決 讓我們目前解決的狀況也相當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具體可以做共性 也可以做模式輸出的一個地方 有31位朋友想要問說 請問怎麼看台灣人才外流現象 以及如何在這個議題上面介入討論 怎麼看在美的台灣人對台灣來說扮演的角色 其實我自己在這個題目上面是非常有趣的 因為我不但是小時候來這邊創國業 我2008年開始其實就是4次在這邊跟這邊的公司工作 可是我其實只有All Hands的時候才飛到這邊來 我絕大部分時候都還是在台灣 所以等於是說4次Telework吧 那所以從2008年到2016年 我跟好比方說Apple或者是後來People Fluent 或者是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這些都是用這種遠距的方式進行工作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 我的Fortime 事實上是在Exiton Valley 但是我身體是在台灣 除了這個在就是房租上面有非常大的好處之外 然後我覺得這個還有另外一個很好的一個點 就是說因為我在這些公司 不管它是大或是小 其實扮演角色是非常相似的 都是我是一個 liaison to the open source community 就是幫助他們去找到開放緣碼 或者creative commerce 對這些底層的大家都願意分享的 一些 Apache 計劃 Linux 計劃 這些計劃 他們所有的公司都覺得 它要嘛可以降低風險 要嘛可以降低它的維護成本的這些東西 試著去說服他們說 你看這個產品已經到 你可以放到外面的community來面 然後降低你的維護成本 跟減低你的風險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往內找一些champion 去說服這些事情 那在Apple的情況下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後來好比像Swift這個team 他們也很成功地做了這樣子的說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不管你公司它的文化是怎麼樣 它還是會需要跟外界的這種 所謂的non-specific contributor的一個連結 那因為我是扮演這樣子的角色 那再加上open source 你也知道是完全沒有time zone的 所以在台灣這邊想要對這些公司進一步了解的 或想要對我們做的一些項目 一些專案有了解的朋友們 其實它完全不需要付出travel的一個成本 它甚至也沒有entry barrier 而且就是說任何一個新的技術在開發的時候 它都可以去做混搭 我記得Facebook剛出react的時候 當時我正在房電管家公司 可能掃電子數 然後我就直接把它改成 在e-pop3上面可以跑 那這個東西事實上是完全不用問過Facebook的人 但是因此就可以交到一些朋友 那我覺得關於這樣子的一種找朋友的方式 其實是台灣非常非常盛行的 也就是說free software在台灣 其實在有open source這個字之前就已經很流行了 而且我們了解free as in freedom free speech這些 因為剛剛講的一些文化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這可以讓大家在做contribution的時候 它可以有點hedge 就是說如果我做的東西剛好這家公司很喜歡 那這樣當然我加入就是大公司或我來這邊做新創 我就有一個等於預先有的人脈吧 但是如果即使沒有的話呢 那我也可以去把我這邊吸收到的東西這些專案 直接在台灣這邊解決當地也是有個問題的時候使用 也就是這讓任何一個參加者的mobility都提高了 那我也不想這個是我之前的工作上面的經驗 所以其實從我經驗上面來看 我根本沒有把這個想稱是人才外流 我覺得說一個人他成長到一個程度 然後他需要認識一群朋友 然後這群朋友他是face to face time 要多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就到這些朋友在愛的地方 這個是非常natural 的事情 不管他是到哪一個regional hub 他是到新加坡 到日本 到巴黎 到西坑 Valley 我覺得都是相當好的事情 而且我也不覺得說他搬到這邊之後 就喪失了聯絡 事實上現在social media 已經使得遠距的關係 常常都比面對面的關係要來得緊密了 而且這個如果 好比像我之前在這邊telework的時候 我都是在睡前 就是大概半夜吧 11點12點 所以就這邊 例如剛好大家來上班的時候 跟大家開可能15分鐘stand up 或者是一小時的一個work meeting 那再多也沒有人我要睡了 那然後如果大家要多一點我的office hour的話 就要起非常非常早 那他們這邊也不願意 所以我來說來說是說secret is time 當它是bounded的時候 其實往往是讓我們的工作更self-contained 那self-contained的工作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更多的去跟 就算Linear領域還不熟悉的朋友分享 所以我覺得 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去理解一個field 然後去把它做成一些self-contained的 不管是三分鐘的短片 還有大家做得很好 兩分鐘的demo這些東西 然後去確保受不同領域的朋友們 能夠彼此了解 然後找到彼此的 synergy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各位在這邊具體做連結 就亞洲連結西谷中間那個點嘛 連做連結的扮演的角色這樣子 有位朋友問說 覺得加入行政員到現在成功改變了什麼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對於網際網路的危機 大家在網際網路上面的參與 之前行政員的專業的事務官 通常在我加入以前都是把它看作是增加風險 或者是不增加風險的話 就會增加工作量的事情 就是說任何時候這個當事務官看到了一個網路的參與 他們就覺得說多了非常多報表要填 多了非常多這個noise signal ratio 相當糟糕的一些noise要看 或者說就算裡面有價值的建議吧 這個也是要浪費非常多的時間才能夠取得等等 但是我加入之後 基本上我們的辦公室叫做PIDIS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PIDIS的Value Proposition 就是說我們會讓事務官在運用網路的時候 一直去做這種像Slido的這種 非常去本Triple的一些小東西 那這些小東西 就當它內嵌在行政流程裡面的時候呢 它要嘛可以降低風險 要嘛可以降低成本 而且通常兩個都可以 那所以呢大家在有第一手經驗的時候 第一個不會把網路看作是洪水猛獸 那第二個當聽到這些詞 就是什麼AI啊什麼區塊鏈啊什麼東西的時候 它也能夠對應到一些低手的經驗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政策制定者出來的事務官看到一個詞 然後你沒有低手的經驗的話 那這個政策幾乎一定是錯的 所以我想我的最大的貢獻就是說 一方面讓大家有些低手的經驗 而且二方面這些低手的經驗它是對應到一個 我可以省一些力氣 我可以省一些風險的這種良好的感受 因為事實上你不太可能去改變一個人對一件事情的判斷 你只能改變一個人對這件事情的感受 那他的感受改變之後 他自己會去學習 那自己會去做判斷 所以就是這種跨時代的溝通 然後以及把這種fear, uncertainty and doubt 把它盡可能的減少 我覺得這是我主要的貢獻 這一個問題其實跟剛剛的事有點像 就是說在辛苦工作的人有什麼幫助台灣的方式 同樣就是說其實open source community 現在已經長得非常大了 它不講不只是我們寫城市的 而且也包含就是in the commons credit commons 不管是做設計的 做3D建模的 做各種各樣子的朋友 做hardware的 都有他們自己就是相應的這個open community 那在台灣 我們在所謂digiplus 就是數位國家重新經濟這個方案裡面 我給了他 我出了一個縮網址 叫做dgpl.us digiplus 所以他可以會到一個比較長的一個 比較難打的一個plan裡面 那在這個八年的方案裡面 我們特別注重的就是去把machine learning 或者是把這些所謂的很潮的這些詞 不許把它當作完全只是投資的產業 而是把它變成融入教學 然後融入所有的從k to 12 一直到大學我們的教材教法 是要融入這些東西去做設計 讓所有的小孩都有第一手的經驗 那這些教材教法它實際上的source就是這些commons 所以像我自己吧 就算入閣了之後 都還是會翻一些互動式的一些教學 像最近有一個設計師叫Nicky Case 他做了一個互動教學叫做evolution of trust 就是兩個人互相丟一個硬幣 然後對方可以得到三個硬幣的那個christian dilemma 的一個visualization 那後來那個翻成中文之後 就有很多老師去把它當作教材教法 那這個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種interactive game 這種commons 我跟Nicky Case 都是creative command zero的愛用者 就是我們拋棄掉我們所有的著作權 包含性命權 就是你拿去說是你做的也無所謂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它insure什麼呢 就是insure這個教材教法最快速的流傳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把它改成 隨便他們想要改的樣子 所以不管是你的side project 或者是你的工作裡面 有一些部分給你的commons 我覺得這個就是最能夠幫助台灣的方式 因為台灣的老師們跟學生們 都非常會在commons裡面找資源 尤其是在偏向 我們現在透過特別預算是能確保 所有偏向的學校 它都有足夠的頻寬跟足夠的設備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確保那邊的老師 這個教材教法 能夠在接下來一兩年的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通常的做法就是說 因為老師他不是只是去教學上 而是他跟學生一起explore 網路上這些在commons裡面的資源 然後跟其他老師可能透過視訊 或者VR的方式一起學習 那這個時候這些assets 這些content 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這邊的問題說 How do you see startup founders here in Silicon Valley can help the startup ecosystem in Taiwan So other than building commons 我覺得有另外一個大家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去寫postmark them 我不瞭解到說在這邊 這個已經沒有失敗這回事了 這OK吧 所以在這個絕對不會失敗的 這樣子一個環境 其實是台灣的創業家們最羨慕的 因為台灣的創業失敗不是燒了錢 而就算了 事實上還有所謂的面子問題 這事實上是我覺得 如果有一個文化可以帶到台灣的創業界的話 就是帶著一個不怕失敗的這個文化 因為其實失敗多了 就會發現說所有的失敗加起來 就是像下一次創業的養分 那這句話在西谷講就是臉不空氣不喘 可是在台灣的 尤其是在這個主要的幾個創業圈之外的地方講 還是被當成異端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想這個是文化問題 就是這不是一照一系就可以去改變 但是至少從這樣子的角度 我們可以讓在台灣做創業的人 可以多看一些examples 就是說這家startup它是在轉個16次之後 才到這個樣子 然後你看它也挺型的 而且裡面有兩個人是台灣人有空聊聊吧 這樣子 那但是要怎麼樣理解到就是有這樣子的存在呢 我想很多人還是看各位的medium 或者各位的blog post 或者是各位的各種各樣的方式去描述 大家在創業播身邊碰到的事情 那我覺得網路嘛這個畢竟是無國界的 所以它只要po在上面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台灣這邊就可以去組一個學習的 團體的一個地方 來這邊之後也更有共同的經驗可以聊 我想這個重點就是要建立一個不怕失敗的一個文化 那這是我們在台灣目前主要的工作 有另外一個朋友問說 心目中20年之後的台灣該長什麼樣子 台灣我們知道的是400萬年之前就存在的一個島嶼嘛 當時還沒有台灣人對不對 還只是有台灣的帶來的原生一些生物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到最近 每年大概長高5公分嘛 所以20年之後該長到100公分了 好 那 就是說 就是我看這個台灣 就是我 我是Anarchist 相信大家都知道 然後看的方法是Deepicology 就是說 其實台灣就是一個島嘛 那這個島的Diverse ecosystem 人類就是過客 400萬年以前沒有 400萬年以後大概也不會有 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中間我們怎麼樣 Preserve這個Diverse ecosystem 然後讓下一個智慧物種可以出現啊等等 這些事是我比較會想的事情 那但是這個東西 translate到Policy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盡量不要Elementing possibilities 我們盡可能去讓各種各樣不同價值的朋友 都可以在這個島嶼或這個舞台上面去explore 那而不是說哪一種就Ideology 特別Dominate 然後就變成是說 跟這個Ideology 不相符合的 那就必須要 必須要Exodus 那這樣這個島上面多陽性 不管是生物的還是文化上面的 就會減低了 那我覺得這是特別 特別不好的事情 因為 台灣好不容易才從 就是戒嚴體制 走到現在非常好的一個Cultural Diversity 我覺得這個才是主要的Strength 而不是任何一個維度上面 一定要去這個超英改美等等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在設計 教育系統的時候 一個很主要的一個想法 因為我入閣之前 我是台灣12年國民教育 課康的課程發展委員會的委員 那我們當時的一個想法就是 接下來一年半之後要上過這個課康 跟之前每一個課康的差別 就是說如果各位有在台灣受教育的話 之前的課康的 因為我沒有嘛 我中二年級就輟學了 但是因為有限的受教育的經驗 之前都是非常能力導向的 而且這個能力是固定的維度 可能國藝術理化幾個主要的維度 那每個維度上面 學生會跟學生之間彼此比較 然後大家就會把自信心建立在一個 不太穩定的基礎上 就是第一名還是第二名這些東西 那但是這個東西 可能在以前就是當小孩入學的時候 你可以預測到12年之後的世界 這個也許還能夠有一點點藉口 雖然我也不覺得是這樣 但是現在呢就是小孩入學的時候 我們不太可能預測勝利之後的世界 所以新的課稿裡面就是說 不是我們現在的重點是素養 而不是能力 能力都可以學 但是素養必須從小去培養 比較說medial literacy, critical thinking, autonomy 這些東西 這些是必須從小培養的 因為你到大了 這個腦袋如果比較凝固了 這個再轉變就很困難 所以就是說這些flexibility 我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而就再也不要把小孩在這些固定的 跑到維度上面互相比較 那如果我們這樣教小孩呢 我們當然也應該這樣子要求自己 所以我們在做policy making的時候 對於各種不同的industry 或不同的想法 基本上也是取著相同的一個理念 所以呢這個就非常順當的 進入台灣的某一個dimension 就是fintech 相較於美國的同步發展 往往後之後 在行動支付電子進入去 區塊鏈中各進入台灣之後 對於台灣金融科技 下一步有什麼看法 這個部分就是我剛才講的一個概念 就是要讓diversity flourish 所以我們目前已經送到立法院 希望很快就會通過的一個法案 叫做金融創新實驗條例 就是所謂的fintech sandbox 那sandbox這個概念 相信各位很熟悉 所以我就以一兩句話解釋 就是一個人他想要做一件 可能有點像銀行 不是不是銀行 有點像證券不是證件 有點像保險證不是保險的 對某種東西 但是他也不是很確定 這個到底算是哪一個行業 但是他很確定的是 第一個這個他會破壞這個特許 第二個他大概會違反一些法規命令 那這個時候呢 只要他說 我會可能需要取得什麼特許 而且我要violate 拿幾個regulation 他只要把這個寫清楚 那監管會就會看一下 然後確保他最低程度上面 對於個資 對於消費者保護 對於諮詢安全 這些事還是有的 對於消費者的情況下 他就給他一個exemption 說他接下來六個月 就可以違反這些法規 然後就隨便做什麼做什麼 但是呢 他必須要是bounded 就是一段時間 一段人數等等 那在這樣子做完之後 他同樣的要寫post mortem 去給一個committee看 然後呢 這一個multi-stacle 去決定說 他要不要再延後六個月 那這最多12個月的實驗期 過了之後 那這個regulatory body 就會做一個decision 說OK 這是一種新的業態 這個我們覺得還蠻不錯 那這幾個法規 其實真的是爛法規 我們就把它調整掉吧 那在這個法規調整的過程裡面 我們現在也引入一個 就是跟這邊regulation.gov 一樣的一個process 就是說所有regulation要改它 通常60天之前 就要在網路上面公告 然後讓整個網路來幫我們 踩刹車 踩油門轉方向盤等等 那就是如果大家都沒有什麼意見的話 那在這一段 6到12月實驗期之後 再兩個月 那這個法規就可以調整 那可能再給4個月左右的時間 這家新創就可以募到足夠的資金 因為它顯然是一個established的 一個新的業態 那在政府這邊呢 它如果需要立法院背書的話 它也可以送到立法院背查 但是因為已經實驗了6到12月 這個社會都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所以想必立法院也不會有什麼話講 這是我們目前的這個設計 那所以這等於就是讓行政院 跟立法院collaboratively去說 我們接下來是不要完全用規管的這個角色 而是我們要讓新創權來告訴我們 是我們的法規要往那邊掌 那如果這個東西過了的話 在非青龍的部分 我們接下來在可能中小企業條例裡面 也會去做出一樣的事情 所以如果大家要disrupt交通 或者disrupt醫藥或之類的話 現在就可以看一下那個sandbox.org.tw的一些說明 那我們可能等相關的法規修出來之後 接下來就會使大家帶著我們去修法規 而不是我們去指定說這個金融科技 只能往哪兩三個方向 這是我們的新的一個比較是multi-side holder的 這種方法來做法規指定 有位朋友會說亞洲系股計畫 要如何培養或者浮育性創的產業聚合 如何把這樣的產業聚合 跟能量散步到全台灣 而非只有在桃園的硬體建設 當初把那個亞洲跟系股中間加一個點的目的 就是不要讓大家以為說 只是要在桃園山寨一個系股 那個其實我們這些在系股工作的人 是很不高興這樣子的事情的 我覺得特別是就是很喜歡系股文化的人 就會看到亞洲系股這四個字就會想到 也像如果你很喜歡金城武 然後有人說他是桃園金城武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對他這個感覺不是很好 但是大家如果現在這個project不要叫桃園金城武 不是專載金城武 而是他叫桃園連結型金城武中間多的一個點 也就是說既不是桃園人都要變成金城武 也不是金城武要搬來桃園 而是說桃園跟金城武中間 在人上面在capital上面在法規上面更多一些連結 相信各位金城武粉絲們都會比較願意一點 所以亞洲連結系股也是同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本來當然桃園市長有一些引體建設 可是那些其實並不是國家型的計劃 真正的國家型計劃其實在那邊 就是一個離氣場近的地方 讓大家有一個就是太深一看demo的地方 其實全部就這樣子而已 所有其他的什麼優勢性創業區啊 還是什麼這些東西 其實並不是在這個national project的一面 這個必須要先講清楚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亞洲連結系股的亞洲端 我們當然配合新南向以及其他一些政策 我們確實很著力地去搬箱下個禮拜的WCIT世界諮詢大會 這樣子的東西 去讓大家可以看到說台灣在產業鏈上面的位置 已經不是以前那樣子固定所定在的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還是很棒 但是在value chain的上面 我們實際上也有相當多的dots 然後大家可以來把它connect together 所以我想這整個目的都還是去做連結 而不是說自己蓋一些房子蓋一些園區 然後就說這個長得跟西谷一樣 我想我們並沒有這種fittish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目前主要的一個工作 所以像我自己在台北有一個叫做空總TAF 就是以前一個文化園區 大家知道見過花石浴室的話 就是花石浴室那一條然後往北邊一點點右轉 就到了的一個地方 那那邊以前是一個蠻封閉的一個地方 那但是現在我們就是要把那個圍牆可能鏤空啊 可能降低或甚至可能拆掉 然後在裡面去做social innovation lab 然後我們結合文化部的一個力量去做各種各樣的cultural experiments 那所以像我自己就會在裡面的social innovation lab 有office hour 那所以其實那個incubator 其實跟這邊是很類似的一個想法 就是可能三個月三個月incubate accelerate 然後再三個月去找business model 然後同樣每個禮拜三上午我就會出現在那邊 然後大家就給我office hour 然後如果有任何不能解決的 我就會dispatch給ministry去解決 所以我想整個目的就是讓所有的部會的朋友們 不會把這個只是看成一個量化的kpi 而是看成一個community 然後大家可以去tour around台灣 然後去看到所有這些新創 然後把這些聚落有點像旗艦店一樣 把它展示在空中這邊 那我們還創了一個方法叫做暗子關卡 就是在我們這些consultation的這些meeting上面 他講的每一個字都會被達成注字稿 然後我們把注字稿裡面重複的地方 可能用machine learning去做一些grouping之後 就會變成不會必須要在兩個月之內實際去回復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大家講的一些comment is secret 那就是我們的kpi 我們的kpi是value proposition based 不是quantity based 那雖然我們internal transparency還沒有好到可以在政府裡面做okr管理 但是如果你的kpi管理是value proposition based 所以它夠少夠focus的話 其實跟key result的想法實際上是非常類似的 所以這是我們具體的去把這種產業均衡跟能量散播的一些方法 有朋友問說請問對於區域中心化的區塊鏈的公共服務 我有什麼看法 舉例來說投靠身份驗證 醫療進入健康保險房地產交易等等 公園院似乎有一家social enterprise 新創 就是做這個它是做捐款的一個責任 就是大家做一些crowdfunding 然後去聯合圈幕啊 或者這樣子一些地方做一些慈善的捐款 但是它想要確保說第一個這個金錢的流向是當初advertised的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就算這個平台倒了 它還是可以去確保說它的full accountability 因為它並不是完全只是存在這個私服器上 你可以動手腳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種就是多個party 然後之間的信任有限的這種分三式的資料庫儲存 不是cryptocurrency 是目前blockchain的一個我覺得比較可惜的一個應用 那在public sector它當然可以用來做非常多的audit trail這些東西 不過我看這個就跟看任何就是分三式的資料庫一樣 你如果需要這些property你就用 你如果不需要這個bizitinfo tolerance 你就會去用 PostgreSQL 其實也蠻好用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它完全是一個工程問題 對我來講它並不是一個hype 那我自己覺得區塊鏈還沒有碰到一個 它有點像是個人電腦 還沒有碰到modem的時候 它當然是很強大 可是它到底能夠起到什麼對現實世界的生活 或者法則的disruption 我們目前還不是那麼確定 所以可能要等blockchain plus something出現的時候 我們才會get ready for it 希望那個時候我們的創新實驗條例就是下個已經ready for it 那有位朋友問說 台灣的青年人才流行薪資停滯不前 而且除了標概企業都無所掌勁 如何吸引回流 這是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其實要講話可以講 講好幾天就可以辦seminar 那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不特別覺得說青年人才一定要綁在台灣 畢竟台灣雖然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你要source什麼東西 你要test什麼東西 大概都找得到 但是當你要scale out的時候 當然基本上就會去想要找更大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並不是一件壞事 然後另外一部分 當然所謂性事情是不簡單的 反面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source東西很容易 但是同樣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要try foreign talent的話 我們需要另外的一些配套措施 所以同樣的現在在理髮院 也有另外一個就是外國人才流才藍才的那個方案 那那個方案 我們也希望在下一個會期可以通過 它就可以比較是比起以前startup visa 一定要綁某種business 或某種incubated program 那這個它可以讓 foreign talent 來的時候 它就是一段時間它要講學 它要工作 它要做什麼都可以 而且這是renewable 這就比較像是新加坡的那個模式 那我們自己的想法是說 這樣子它可以更大程度上的去帶動 覺得台灣的connection很好 或者台灣的li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很好的朋友 話不像說你跟一個新加坡人一起結果創業了 那現在幾乎到最後都是你去新加坡 而是不是新加坡人過來 但是我們會希望說 稍微一定程度上面扭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有12位朋友關心傳譽亞洲以及西谷眼裡 花費數十億台在西谷公開會建造一棟專屬大樓 怎麼看這樣子的規劃 經濟效益上面的理由為何 這個案子我有在記憶報上面看到 但是跟這位朋友看的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發現留言的及時澄清還是蠻重要的 就是說以我的理解這個proposal是一個聯合辦公室的概念 就是說把我們不管是科技部 或者是國發會亞洲亞洲亞洲西谷公公室 或者是公演員或其他一些朋友們 在這邊的一些operation center 從現在算起可能兩年吧 或什麼之後一起租同樣的一棟大樓 而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我看到的構想書是這樣了 所以就是這根就是我們 就是要從National Annual Budget裡面花數十億 在這邊購買或建造大樓有一點點出入 所以就是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至於就是說之後這一棟就是由Private Sector 所做的這樣子一個building 它要除了人口之外 有沒有什麼別的安排 其實目前的構想書裡面也都還沒有寫 所以這是很 early stage 所以等我有更多資訊的時候 當然大家就可以直接到亞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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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谷公網站 SV大到ORG上面就可以看到 基本上 不好意思 我要入閣的一個工作條件 其實是 就是我不接觸國家機密 那in exchange 就是我看到的所有東西 都可以直接對外公開 就是所謂的radical transparency 那我主持的所有會議 其實在線上在pds.tw都有珠子高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一個很好 就是說如果真的是國家機密的話 也不會讓我知道 但是我如果知道的話 第一時間就會告訴大家 這是大概目前才請 好 那下一個問題字就很多了 關於人在外流 你知道要投履 台灣各大學 和中研院擔任教授寫線研究員 一直有多難嗎 大家要把自己的出漫無寫線論文 一時三分到五分印出之後 幾國際包裹來台灣各大學印證 我印證的每寫線歐大學 只需要用email 或者學校網路系統頭頂 不知道我也是否能以科技協線網路的角度 幫助台灣教育體系 簡化我竟然才進入台灣擔任教授的流程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問題 那我當然作為公譜的公譜 非常非常願意幫助大家去做 這樣子的捐證交換 因為講捐證交換是因為之前我們才接過一個case 就是司法院跟行政院法務部中間 會不斷地把起訴狀 就是這邊開的是執本的 那因為要開始時效就deliver過去 deliver過去之後馬上把它借回來 然後開始引印 然後就是說這是一個非常不sensible的一個工作的流程 但是就是因為就是所謂電子交換這件事情 必須要兩邊都有API 那但是之前的做法就是說 大家都會私下請廠商寫一些接口 可是這些接口並沒有document出來 所以意思就是說第一個別人不能發現 然後第二個大家也沒有incentive去維護這個API 所以它的文件可能是一個DOC檔 而且可能已經五年舊了 那所以大家看了之後寫出來的東西其實也不能work 而且當初的廠商也聯絡不到了 然後所有這個電子的接口就慢慢的就是被rot掉 那但是值得還是可以work 所以大家到最後都是值得而且還會蓋上 那這其實是我很難想像的一種做事情的方法 所以我進來之後前幾個推的政策之一 就是所謂的openAPI specification 就是Linux Foundation的OAS 我們把它adopt作為national standard 然後改了我們的procurement 改了我們的載購 所以現在任何的公家機關 包含國藝大學都可以要求廠商 at zero or little cost 去要求它寫出來的系統 裡面只要有輸出的部分 都必須要用openAPI specification 進行documentation 而且要把它當作accessibility 那麼重要一樣的來維護 就是機器也是一種盲人的這樣一種想法 那所以目前這個東西已經生效了 所以在任何新的系統它在upgrade 或者它在新鮮的這個過程裡面 它就可以有比較多的incentive 去做這種跨系統的解解 那所以這個東西我想我會帶回去暗自關靠的 問一下大家有沒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地方 原配合問說 What is Taiwan doing to change this education system to make Taiwan more competitive? Well as I explained We're making Taiwan more collaborative We're not making Taiwan more competitive I think Taiwan is competitive enough 我覺得重點仍然是在這種跨領域的協作的能力 在單一領域單一唯一樹底化 跑道裡面去competitive 去壓過別人 其實在各位在創業的時候也可以了解 這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創業的時候 通常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了解目前實際的現實的這個情況 然後去怕translation 跨領域的人都可以搞得懂的東西 然後讓這些跨領域的人一起在上面去brainstorm 然後找到一個新的切入點 然後去做一個innovation 那這裡面這個完全沒有involved到 就是考試在特定科目上 壓迫別人的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其實在創業的時候實在很難用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學校希望要教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在新課考裡面 我們explicitly去跟大考中心 而且跟師陪跟家長們去講說 我們接下來要教出來的小孩 但是不管就是AI或者Mission Learning Ultimate了任何task 這些小孩都不會覺得afraid 因為它的self-identification 它的自我認同 不會是在某種特定的specific field task 做得比別人好上面 也就是說不是在做工具人上 因為如果你自豪於做一個工具人 人形工具來的時候 你就被取代了 所以就是不會再把自行建立在這個上 而是在自己的一個vision 或者是social innovation的一個value statement上 那所以如果是把這個想像一個mission的話 那所有中間的task其實都可以去automate 那這個是我們希望在教育裡面 不管是在偏向還是在城市 都要做的同樣的一種教育 那當然中間剛剛還講media literacy critical thinking 這些東西都是paramount 因為只有這樣子 你才能夠去source commerce地的資源 而不要受到特定的意識形態的綁架 這是我們目前的education reform 的出道的一個方向 有一位朋友會說 你竟然從政如何改變現在在台灣 存在已久的官僚激息 這個我剛才大概有回答過 就是我們的value proposition 就是幫助這個存在已久的官僚 在面對innovation 在面對網路 在面對年輕人的時候 可以用一個降低他們的風險 減少他們的負擔的方式來做 那如果我們現在想出來的方法 不能夠減少他們的風險 不能夠減少他們的負擔的話 其實我也不會強制大家去做 so as an anarchist I don't give commands I don't take commands I don't believe in commands 我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去做一個demo 然後去說 你看我是這樣子在做的 我在尼高階段酒吧 主自搞公開 你看我也沒有被公眾攻擊 我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我做一個public consultation 你看意見也可以有效的收斂 等等 那慢慢就會變成是說 大家在 好比像說我們有一個join.goe.t.w. 這個連署平臺上面 我們每個禮拜都處理 大概五千人以上 上面說的一些案子 比方說在facebook上面 現在有很多AI下廣告 用bot的方式 騙人去做活動付款 然後買iphone 但是收到的是一個石頭 什麼等等 這樣的情況 對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AI新型態的應用 但是 就是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它真正的需要 就是跨部回去做一個盤點 包含就是在官務署那邊的 就是查核 在交通部那邊的 那個基建姓名的遞送 或預約者這邊的即時的 退款 然後以及就是公平會這邊 對於臉書廣告的一些 處理等等 所以所有這些東西 其實不是單一部分能夠解決的 那在以前呢 單一部分任何一個人 只要想解決其中一部分 那他就完了 因為所有人都會覺得 這一大塊都必須是他解決 他會被不當的課責 所以就是大家都會有Risk-verse behavior 就是盡可能往旁邊推這樣子 那但是呢 政委有一個好處 就是雖然我不下命令 但是我如果約人來開會 大家不得不來 所以就是說 我們每個禮拜都是 把網友五千人以上 設定出來的這些topics 然後透過我們在每個部會 都有的叫Participation Officer 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他們等於是一個種子 去讓他們的部會 了解到怎麼樣 去跟不特定的網友 或者年輕人做互動 那是我們每個月會投票 可能三個案子 四個案子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處理 然後每一個案子來的時候 就是聯署人 提案人 利益關係人 這個物流廠商 所有人在一個有 有即時錄影 有即時文字記錄 然後有mind map 然後用那個design thinking 就是那個double diamond 去做idea development 去做user service journey 所有這些我們在新創界常用的方法 通通都丟進來用 那丟進來用之後 大家就發現說 雖然這個公務員 很不習慣便利貼 但是貼了五個小時便利貼 然後發現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就是說 即降低他們的 就是政策制定的風險 也減少他們 一直向立委解釋 對不起 無能為力的時間 所以就是說 他們慢慢就發現到說 這套還真的蠻管用的 然後就會有一些 特別是public facing的部位 會把它帶回部位裡面 去進行使用 所以我們是這種 比較低水穿石的 像一種方式去做改變 我們不是要求 或者命令大家 去在超過大家負擔的情況下 就去承載那麼多的期待 而是說 我們就慢慢慢慢地去 enable大家 用有系統的方式去收納這些意見 其實如果大家有做 gross hacking 的話 這種跟一般的 engagement 一般的 customer relation 一般所謂的 user first design 這些東西 其實是非常類似的一個流程 所以目前我還沒有碰到什麼抗拒 因為會抗拒的人 就不來找我了 我是不下命令的 所以大家都是voluntarily來找我 所以就像目前為止 我好像還沒有真的 處理過國防部的問題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並沒有想要硬去改變 不一定很適合這一套的文化 有位朋友問說 前委員過去在西谷 以及台灣科技業工作期間 有沒有發現 女性同性戀 以及跨性別的台灣的待遇 比在美國更差 如果有作為政務委員 該如何敦促政府改變企業中 歧視的文化 對 待遇我想是分享好幾個層面的 如果講的是升遷 或者是講的是薪水的話 其實台灣的那個性貧法 是其實非常enforced的 就是說不太可能就是單純 因為gender alone 而去排除掉一些應徵者 然後或者是去做職場的一些harassment 之類的這個東西 其實在目前的台灣 是一個相當被enforced的東西 但是這個只是講explicit 就是你去做harassment 這些事情是會被discourage 但是有些implicit的歧視 我想那個還是 不是很容易去改變 尤其是所謂的gender stereotype 就是說 他們的性別 比較適合做什麼職位 所以它其實也不是歧視你 但是它在給你recommendation的時候 都是長的一樣的recommendation 那這樣子你也不能搞到harassment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bias 那我想這個東西確實是存在的 我們目前處理這件事情的方法 其實就是跟我們新品會 新品處合作去不斷地去做 好比像說女性在STEM上面 或者是說去highlight各種各樣不同 我們有一些transgender 然後又是blockchain hacker 的這樣子一些人物 去讓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其實biology doesn't determine destiny at least for those people 然後讓大家 這個遊戲長輩們看了之後 就可以發現說 好了自己小孩 不管這樣什麼樣子 其實都是還蠻讓人安心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台灣尤其是在同婚事先安國的時候 整個社會的氣氛確實是有比較rational 就是大家在討論這些時候 是用一種case by case的方式來討論 而不是用blind statement的這個方式來討論 我自己是很珍惜這樣子的言論環境 所以我們並不完美的是 We're getting there 至少在亞洲這邊 我們是很多亞洲其他的文化 會過來學習說 我們是怎麼樣子去做tolerance的 有一位Chuck終於不是anonymous問了 說 我們在西部這邊開了一些VR AR 人體公司 下等年準備計劃在台灣開分公司 有沒有在哪個環境上可以幫得上忙 比如說資金人賽商務去訓練 有這個歡迎contact 台灣 我們有非常多的program 可以來幫你忙 當然如果外國人才流才那個法案過了的話 我們有更多policy tool 尤其是人才過來能夠待多久等等上面 但是因為亞洲聯機器庫目前挑了 某些特定的領域 那VR AR當然是其中一個 所以在裡面不管是在資金的投入上面 或者是在用地的取得上面 或者是在就是你要加入 Any of those incubators上面 尤其是在高雄 他們現在專門為了AVR加上體感 這件事情弄了一筆特別預算去做那邊的center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它目前資源是相當充沛的 目前大家看到的application 就是vocational training education 所有這些東西 但是其實你解的題目不是這幾個 只要你有具體的貢獻 我覺得都很歡迎加入這個appsystem 有個朋友問說覺得G0B哪一個專案 後來真的對社會有長久的影響 我們在G0B的一個特色是 沒有任何專案可以代表別的專案 沒有任何人可以代表其他人 所以我只能講我自己參與的專案 我自己參與的專案 在G0B裡面就有兩個 一個叫做蒙典 蒙典是就是M-O-E-D-I-C-T-T-W ume-E-Dict 那為什麼叫蒙?是因為它是M-O-E-E-A-A-D-I-A-A-D-I-C-T-N-A-D-I-A-A-D-I-C-T-A-C-E-A-A-A-D-I-A-A-N-O-E-E-A-A-D-I-A-D-I-A-A-했던 三种主要的语言去进行学习,进行比对 那盟点我觉得有lasting impact 因为同样的一个model,就是crown source model 接下来在阿美语的scanning跟保存上面 或者是在其他原住民 或者是现在开始有新住民语言上面 或者是在台语他们有一个类似Urban Dictionary的project i.i.t,it,a,i.g,i.tw 那那个就是把盟点里面台语的部分整个翻过来 然后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把新的词加进去 然后自己录音,自己去做原因合成,等等 有人还保证所有的Pokemon都翻成了台语 然后大家可以去投票 有一阵子那个Pokemon翻成Pokebon 是蛮高票的 最近好像就是有更高票出现了 對,那所以我覺得夢點確實有長久的影響 因為很多離島或偏鄉的老師是讓我知道說 他們是把小孩帶到電腦教室去講中文的 那裡面有很多資源是夢點這邊提供的 那我參加另外一個專案就是 VTaiwan VTaiwan-TW 那那個就是 crowdsourced rulemaking 就好比上說像UberX 在台灣剛推出的時候 我們就是透過這種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去 所有的stakeholder drivers 各種不同的taxi cab drivers and passenger sensor網 去找出大家的一個consensus 那over three weeks 大家就有一套consensus 大概七個點就被整理出來 那這個重點是說 如果讓人來做moderation的話 不可能moderate幾千個人 但是機器可以做moderation 而且moderate的還相當好 所以我們後來就把這七點拿去 跟Uber去negotiate 然後再把negotiate的東西翻譯成legal lease 然後就把它通過了就是多元化計程車方案 那所以你現在如果在台北的話 其實已經可以用和尚台灣大車隊的交車的app 交到也是計程車飛率1.4倍的 像UberBlack那樣的東西 然後或者是其他不一定是黃色的caps 那Uber同樣的也是用合法的就是 阻力車附帶駕駛的這個方式在台灣英域 所以這算是一個還蠻成功的一個case 那所有的就是internet rulemaking 包含接下來的無人車 無人飛機等等 我們現在都在米台灣上面去做consultation 下一個public consultation是 non-consensual intimate images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說非常非常的廣 就是這樣跟數位經濟有關係的 都會在這個平台上 而且so far政府其實不控制這個平台 它的root 它的城市嘛 它的所有這些東西都是跟community 通過weekly meetup一起維護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目前 看起來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外朋友問說 工作跟人生當中最大的挑戰 跟最感到無力的是什麼 跟大家講一個trick 就是說我醒來 然後就會想說我今天要做什麼 然後通常我想今天要做的 都是半天可以做完的量 然後到睡前就把它做完 然後做完之後我就覺得就可以睡了 然後就非常高興 所以就是說 我其實完全沒有任何無力感 然後當初在那個入閣的時候 林全前院長在跟我做勞骨協商的時候 就問我說 那就是Audrey你為什麼要進來啊 是有使命感嗎 有義務嗎 因為愛國嗎 因為想要達成什麼理念嗎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說沒有 我是出於興趣 I'm a minister for fun 那就是 對對 it's true 因為確實如果硬要做什麼的話 那不但對事務系統會造成undue pressure 那事實上對自己的mental health 也沒有幫助呢 如果自己在mental health 狀況不好的情況下 做policy的判斷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那所以對我自己來講 我就是跟大家一起學習 然後確保我學到的東西 可以transparently radically 讓全世界都可以學得到 那在不violate national security 的這個前提下 我覺得so far 就是跟大家一起學這些 這些新的policy making 新的changes這些 我自己so far 都還是感到非常的開心 所以並沒有任何無力的情況 所以各位也可以就是試著這個 把ambition 怎麼講 把它pixelate 就是變成一天的單位 所以我覺得這樣就比較不會有任何無力感 有一個朋友問說這個 誒 誒 誒 我們時間到了是不是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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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誒 如果覺得沒面子的話,那這個我是很好用的 就是盡可能讓任何人都可以來要求我去預錄一段影片 或者做什麼去跟大家explain說這個paper是有道理的啊等等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這是一個reassurance 就是說大家去explore任何題目,都不要覺得是浪費社會資源 你只要把這個題目不管做好做壞,讓整個ecosystem知道 其實就是在幫大家付學費,那我覺得這個心態本身是很重要 那當然如果你的enterprise本身是有double bottom line或triple bottom line 就是說即使commercial這邊不是很成功,但是在social environment 上面也有些貢獻 那practically all the open source startups are like this right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其實不管到最後就是投資人的錢 最後狀況有沒有回來等等,你都會rest assured 因為這段時間並沒有白話是有貢獻的 那即使不適應的comments,就像剛剛講的透過postmore 透過這種MIDA吧這種小聚,我覺得也是對整個community是有貢獻的 要不要問說社會制度和文化的弱點跟劣勢,我也很好,該如何改進 我覺得目前還好耶,我並沒有特別覺得台灣的社會制度有什麼 就是沒有辦法,就是沒有unfair disadvantage 那我覺得我自己覺得還可以加強的當然是cultural diversity跟tolerance 但是那是因為我是用西谷的標準來要求台灣 但是不然的話在這個Asia Pacific region,其實我覺得他們這一方面已經是非常好了 你有朋友問說,無意在蘋果日報新聞關於報稅的新聞下面留言裡面看到我透露明天會有全新的報稅平台的好消息 可否分享一下這種個人或政府團在做哪些努力,又如何打破長久以來官貿公司獨佔報稅軟體的一個局面 如果大家去找一個聯署案叫做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的話 就會看到說這是我們的一位UX的朋友,卓志遠老師 他在報稅軟體就是今年實際上路的時候 因為今年是很特別,因為是Oracle跟主要瀏覽去deprecate Java Applet的一年 所以說之前的Mac跟Linux版都是用Java Applet寫的 那當你要再灌的時候,你就要先Disable非常多Security Warning 重新下載Java等等 到最後報稅完成的時候,通常已經過了兩個小時 而且這還是你很動電腦的情況下 所以其實這個使用者體驗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那報稅本來心情就不好了 只要花兩個小時,心情會更不好的 尤其是如果兩個小時之後,打電話去國稅局 然後國稅局竟然還會說,請你去跟朋友接Windows電腦 那這根是雪上加霜 所以當時這個聯署我覺得很好的一點就是 它不是等聯署到千人,我們非處理不可的時候才來處理 而是我們財政部的Participation Office 財政部的PO,開放政府聯絡人主動的看到 然後12小時之內,他就escalate到我們這邊說 拜託我們下次協作會議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去貼便離貼 所以大家的反應馬上就改觀了 就是說一開始都是一片漫 但是這個隨著我們財政部PO上去說 等一下等一下,大家歡迎報名下下個禮拜的工作坊 我們會帶著大家去把User Journey map出來 然後忽然之間大家就一片喝彩,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就是說,我想大家第一時間這個engagement是很重要 那我們在接下來的工作坊裡面 就identify所有的問題 然後要用html5改寫等等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的重點仍然是說 財政資訊中心的主任,他的mix說 確實他沒有用Mac的經驗 而且他也了解到說 Mac使用者隨著水漲船高的Apple的使用體驗 對於這個古老的Delphi,Pascal寫的城市的人 人受度就越來越低 那這個並不是任何人的錯,而是 而是時代就是這樣的進步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做的事情就是 搬了一些大概5次吧 就是UX的工作坊 然後從paper prototype markup 所有發現大家都很熟的 這一套去把報紙軟體的flow 整個重新map過一次 那另外一方面我也說服官貿 就是說他們不需要再去維護交合Applet了 然後他們不需要再去買那種上千萬的那種硬體 現在其實有一種東西叫做Cloud 叫做 叫做Auto Scalable Horizontal Scaling 這個雖然很新,但是 It's true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運行 叫做PostgreSQL的一種 一種資料庫,你不用付那麼多license 所以就是說通過去告訴這些人說 你可以用open source 然後用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elastic的方法用 其實就省了他們上千萬的 引體的可能的建置的成本 那裡面稍微抽一點點來做UX 其實對大家都覺得是還好的 一個好的UX research 也不會需要花到一兩千萬台幣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還是蠻重要的 就是說實際上 廠商看到說是有一個政委 在那邊endorse他們的這個innovation 然後如果他們做錯了 那就是到最後有問題了 那都是我的錯,我要擔政治責任 但是如果他們做得很好 那因為都有主自考 大家都可以看到是哪一個PM 哪一個經理,哪一個decision maker 在哪一個時間上面做了一個key decision 讓大家明年有更好的 Mac上的保稅經驗 所以這是反轉了一般的正式人物的矩陣 一般的正式人物是剛好相反 對不對,做得好有credit 都是我的credit 那如果有錯漢的 都是失誤官執行不理這樣 那所以就是說 我想我這種當政務官的方法 對他們來講是比較新鮮的 但是也讓innovation比較容易發生 因為畢竟新的東西一定會有問題 有問題都是唐豐豐豐做的 那我覺得這種情況下 大家就是很勇於創新 大概是這樣來做 有位朋友問說 這個有效抑制不實 甚至樂意的留言 那政府是絕對不會做事前審查的 這個是絕對的 那我們不會去立新的法 我們也不會去改法律 去對付所謂網路上的這種不實言論 那當然裡面如果牽涉到 就是好像公眾恐嚇 傳染病防治 那些本來就有法律 我們也不用去改那些法律 而且那是extreme cases 那但是在innovation的情況下 我們相信說 大家的媒體素養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管是在K-12裡面的 媒體素養教學 或者是我們盡可能去work with communities 去做像剛剛講的 真的假的這種but 這樣子的一種自動辟謠的東西 我覺得這整個問題都是 大家看一篇文章 可能要60秒 但是按share只要兩秒鐘 那所以呢 只要他在前六秒鐘一的 short attention span裡面 調動你的average 或別的情緒 你就會先share再看 那所以我想這件事情 是一個epidemic of the mind 那它是automation的做出來的問題 也只能透過automation去alleviate 那但是我們自己每一個人 當然都可以透過看到一些字眼之後 先不用和分享 先深呼吸一下 想說為什麼他想要刺激你 做這件事情 去做一點就是innoculation的動作 目前大概是這樣子在做 那我們從juff的角度 就是我們自己不要造謠 然後我們自己看到謠言之後的那個澄清 是用structured data 用semantic data的方式 mark up起來 然後這樣子的話 搜尋進行或其他的automated tools 就可以即時在你找出留言的時候 告訴大家說 誒可是這邊有一個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們並不是control這個mechanism 就是說我們自己也可能有錯 那也需要銘接來糾正 如果我們自己控制這個fact checking的話 那就沒有人糾正我們了 這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我們當然是這樣的想法 對於追蹤政府官員跟公務員的長期績效 有何想法 如果大家找到全生命周期管控 或者計劃管理法的話 這個是其中一個join連署的提案 那大概的想法其實就是去keep一個整個project 一個for cycle 然後保證說review的人 他是從頭到尾都involve 而不是只看最後的那個量化的kpi 這樣我們才能把kpi改成value proposition based 但是因為這不是公共行政學的講堂 所以我大概講到這裡就可以了 其實我如果講細節大家可能要睡著 然後那這位朋友講的也是同樣的事情 就是說我相信就是有各種不同的政務官 那但是在台灣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 就是說我們有各種civil society的tour 不管是什麼議員投票指南 或者是這些G0B開發出來一些很好的tour 能夠去看到說每一個人他做的事情 跟他說的話到底有沒有什麼mismatch 所以說我覺得大家越來越不會明信於特定的 就是所謂的政績 所謂的亮點 所謂的這些東西 那大家如果對某一些東西 他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有懷疑的話 那同樣的在我的wiselike這個平台上 任何人都可以問我問題 我盡量24小時之內就是truthfully的回覆大家 我覺得之前我們講transparency的時候 大家都是就是那個就是what and how 就是到底預算怎麼花這些 那這些當然台灣freedom information是做得相當好的 但是我們現在從transparency 要到accountability的時候 那個who and why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不管是誰做的 以及為什麼要這樣做都歡迎大家 盡量提出這樣子的問題 我覺得越多這樣子的bidirectional的溝通 一方面不會有留言 而且二方面大家更會知道說 其實很多專業的事務官跟政務官 是在做有價值的事情的 但是只是之前 他們因為公務委員服務法的關係 沒有辦法以個人的名義或身份 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正在慢慢扭轉這樣子的文化 因為朋友問說媒體素質要怎麼樣提升 上一代的長輩很容易被傳統媒體影響 那所以這就是各位晚輩的工作了 各位說來當這個就是cultural ambassador 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我自己每個禮拜都跟我阿媽打電話 她如果聽到什麼留言的話 我們會在電話裡面及時澄清 There's really no other way 然後這個是相同的就是剛才講過了 不管是在cultural或者是在如人才資金紙商和等等 對亞洲連接系我的看法就是說 它的重點是在連接嘛 不是在山寨這個我們 剛才已經說過了 那這個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台灣之前的軟體通常都是為了特定 產業鏈上面的硬體服務 這仍然是很好的 但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擴大它的commerce 它的就是cross不同的vertical的可用性 而且也讓所謂的on-device AI 或者是on-edge AI 變成軟體的一個很容易去結合一個小的測試場 因為就可以做出來的事情 而不需要等到大廠去開很大的生產線 所以整個重點就是 讓它的iteration變得比較快 因為軟體by nature iteration是很快的 但是以前是跟著硬體的iteration 所以變慢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試著去用快速iteration的方法 去讓更多的軟體可以進入這個 ecosystem 對於台灣利亞Capital 我目前還沒有跟它的任何一個案子有interaction 所以我目前知道它的存在 但是目前沒有特定的看法和見解 對於總統推動生意產業創新有什麼看法 便宜的醫療是否可視為此政策之力多 我真的沒有involve到生意產業 生意產業創新是我們科技成為 所以我們鄭忠老師非常關心的一個項目 但是那個項目我基本上可以說完全沒有involve 所以我就是我aware這件事情的存在 但是我的了解絕對沒有比各位多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新聞環境這個大家有大概有講 就是說其實政府只能確保說我們自己不要造謠 然後我們即時回應 但絕大部分的工作還是要靠 civil society 做 endless right 不過這是靠政府做的話就像剛剛說的 我們其實在contribute to fragmentation of internet 有一位朋友說這個針對母公司在台灣 新設立分公司在西谷 以拓展美國業務市場確實也是startup 是否有政府和民間資源可以運用 是否有平台和管道可以取得人脈網路 我剛剛被一一唱名的這些朋友們 其實就是大家的一個後盾跟資源 歡迎大家去換名片等等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可以多加利用的 有些人是在台灣 當然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確保說大家不需要為了Visa 或者是為了Healthcare 或者為了家人的settlement這些東西去煩惱 那這個regulatory我們都在做 那我們也很感謝就是最近醫生釋法 這個回來實際在試所有這些會來創業的像PTT 這個讀一經老師這些朋友他就是每一個碰到的時候就會告訴我們說 這邊就是哪裡怪怪的說明不清楚等等 其實很多配套都有但是它不 discoverable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事情一方面是讓它有 uniformity 二方面是讓它 discoverable What's your purpose of coming here today? Well I'm here to answer questions What's your goal as a digital minister? Well 我事實上作為 digital minister 我入閣之前有特別跟大家有一個月的一個磨合期 就是public ask me anything 那到最後大家converged到了一個就是我是一個channel 那這個channel它 我自己本身並不hoard anything 我就是確保說每一天我從各種不同sector 接手到的資訊我把它轉化成其他sector 能夠聽到的東西 然後讓大家碰到policy的時候更convergent 而不是更divergent 然後碰到要接觸到自己不同背景 不同generation的朋友的時候 心裡可以少一點fear, uncertainty and doubt 所以of course there's everything that you can do to help on that 就是說我想在做溝通的時候 就是做一個最好的預設 那如果你的innovation 剛好是在促進世代或者跨文化 或什麼溝通的話 就just keep doing this and make it discoverable will eventually use your innovations 然後台灣的立卡委員很失控 看看白蘭真的感到他的火 如何才能夠改善這種沒有效率的模式 Well 當然就是說我們目前所做的所有這種delibration 所有這種consultation 所有這些東西 它並沒有取代代義民主 它是讓立委在討論一個法案的時候 它更well informed 就像沙盒累積出來的東西 consultation收集出來的概念 但是我們目前並沒有說要推翻的代義民主 這樣子的狀況 那為什麼是因為 所以 what technology is not good enough 我們目前還沒有一個很有效的 讓兩千三百萬人彼此聆聽 或者是聽兩千三百萬人的聲音的 這樣子一種技術 可以取代一個專業的代義師在他 at their best的時候的那個狀況 那所以 will keep innovating 然後eventually get there maybe not in my lifetime 但是 as anarchist 我當然是希望說到最後 是direct democracy 然後大家都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情 但是 it's true that 這個在小的scale 是比較容易的 在community 在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可能現在技術已經夠了 但是 但是以兩千三百萬人而言 我們技術 it's a very long way to go 對於芝麻信用的social engineering的影響跟看法 well it's a different social experiment 然後在台灣的環境不太肯做這種事 所以 我也作為 as a social interaction designer 我也非常好奇 這個到最後會變怎麼樣 那但是 就是說除了academic interest之外 我當然也希望說 台灣也可以使一條不同的道路 它是peer-to-peer governance 它是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而不是靠某一個central intermediary 來決定大家的credit等等 但是我無了解到說 這些不同的model 它適合不同的創新 所以 which is good I mean there's diversity on earth 所以就是 就不要 在地球上面 讓別的diversity 不能發生 我覺得就很好了 我並沒有特別覺得 別的model一定是壞的 然後大家都可以彼此學習 對於Minerval School 在全世界的student dorm 這個教學方式是有所見解 我很高興你 raise this point 我覺得它這當然是可以有所見解 不過 就是 因為time limit 我實在也沒辦法講什麼 如果 對這個感興趣 可以到digiplus網站 digpl.us 那這是一個縮網 其它展開之後是大TW 所以 它在那個 社會國家創新經濟裡面 我們第一次會議裡面 大概有講社會經濟的整個發展 那所以感興趣的朋友請自己上去看 那接下來也會有一個forum 有一個討論區 可以看到我們政策討論的過程 綠色能源的這個問題 它目前也是一個聯署案 那這個聯署案 接下來能源局會恢復 如果對這個政府目前的position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energywhitepaper.tw 那邊有非常好的data visualization去告訴大家 實際的能源配比實際的使用狀況 然後所有的options的試算 然後以及分區各個預備會議座談會的大家的意見等等 那這個是一個做得相當好的model的civic participation 所以就歡迎大家看那個能源政策排皮書的討論 How do you think about initial coin offering in Taiwan? Well,我自己還沒有加入任何initial coin offering 所以我其實不知道台灣的ICO的狀況是什麼 我自己覺得它就是另外一個fundraising device as it should be 但是目前有非常非常多的hype 那作為政府我想我們對於hype 它只要不要觸犯這個廣告法令 我覺得我們對它都是沒有意見的 我們當然很覺得說是常態 eventual裡會 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我目前並沒有一個特定的看法 但是我就是keeping an eye on it 請問安心的院長上台之後 是否對我的推廣有影響 可能應該有正面的影響 因為畢竟就是賴清朗老師 他是在市長任內的時候 是台灣最早喊出開放政府的人之一 然後也是去直接在各個裡去做面對面的溝通 而skip掉議會 當然當時他有他的理由啦 的人之一 所以就是說他對於這個中間的一些 devices 一些 tools 像台南的飛燕行村啊這些案子 其實他都相當的熟悉 所以至少我不用就是從頭解釋一遍 那我覺得這是如果有影響 應該也是正面的影響 那剛才講的就是說 就是我對我的人生觀的一個看法是 就是我是 creature of the day 那這個今天做完之後 明天醒來是完全另外一個 lifetime 所以就是用這樣子的世界觀 其實就會一切都很順利 就沒有什麼 challenge 因為他是非常 granular 然後每天睡前所有的 inbox 已經是 zero 然後omni-focused inbox也是 zero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segmented的 這樣子一種過生活的方法 所以確實啦 就是說24小時之內回應的意思 也是說我會希望我在醒著這段時間 就把他的問題回應完 因為不然的話 其實我明天醒來之後 對這些問題也許有完全不同的答案呢 所以就是要有某種 consistency 的話我們還是就把他回應完 那因為時間接下來 就可能每一個只有大概四五秒的時間 我就沒有辦法念出來了 哈哈哈哈 就是說 policymaking 它除了investment之外 其實就非常非常多 那我們現在比較不用tax deduction 還是用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不太用 但是大部分是去encourage 他的visibility 去做cohort 或者tripe 就是去在一個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 去make connection happen faster 那這是目前主要的policy tool 那不管是sandbox 還是其他東西 都是同一個道理 就是如果你innovate ahead of regulation 保證整個社會 都可以看到你的contribution 那下一個問題其實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是用一樣的一個回答 有人問 還好我剛剛說我不要念 所以這個留言 相信大家已經澄清了 就是說共同辦公室是用租的 那如果要花錢也是一個private sector的 entity 所以這個就先這樣吧 然後有沒有要去其他的incubator 有沒有相對的佈局 我們目前都在談 而且事實上在這邊的專業的朋友們已經佈局很久了 我來這邊主要真的只是了解這個情況 然後確保我們的cabinet知道這邊的大家朋友的貢獻而已 然後上一個再講的就是 就是sme 那中和企業翻案條例 接下來可能會有蠻大幅度的翻修 不管social innovation sandbox 或這些東西其實都會放在裡面 所以如果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繼續關注 peering 這個應該是詹主委來回答 他跟我這次是一起來的 好 那這個NCC有一套想法 如果到NCC可以看他們有position statement 但是我不讀到NCC 所以請NCC的statement 那他們非常地為了這個狀況 而且目前正在排解這個情況 structural bias 那這件事情我想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目前在工部門裡面 引進machine learning 的時候 我們引進的位置都是任何人來做 結果都會一樣的 這種輸入性的工作 我們判斷性的工作 基本上在工部門裡面 並沒有讓我們訓練裡面來做 那主要原因就是 這邊這位朋友講的 他如果碰到bias 人類的秘書會提醒老闆 但是AI是不會的 那但是目前cutting edge research 其實on explainable AI 或者是on這些 他有一個full audit 或者是有另外一個model 真的沒有去 monitor 他的bias等等 其實這方面的research 是非常active 所以也許再過一兩年 我們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採收它 就像是兩三年前 我們也不會想到說 你 semi-structured unstructured data 現在都可以讓我們 選自己 train自己 所以這個space 我們目前還在watch 那在此之前 我們不會 premature 地去 apply 這些technology Azania的EID 它是建立在他們的憲法 是在Internet之後才制定的這件事情上 所以他們沒有legacy 那我們現在如果要推這件事情 我們最需要的就是要把大家的up in 或者是full audit 像Azania 它可以知道政府在什麼情況下存取到它 等等的這些infrastructure of trust 先建立出來才能夠引入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用deliberative workshop的方式去調查大家 所以大家對政府在推動這件事情上面的期待 我們並沒有set on the table 那就算是要做 也是在fulfill 大家的這些consensus的情況下 來去做blockchain的這個 剛才有回答過了 然後 Software engineering barriers 你也要去做 但是還沒有做 我怎麼會知道 這不是有點像是這個算命看八字嗎 對不對 I don't know you 如果我們spend 48 hours together 也許我可以 offer some advice 但是 S1兩個字的話 我怎麼可能給出什麼 advice That would be irresponsible 問說有什麼方式讓青少年更早有機會 像scratch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在台灣已經還蠻普及了 那接下來就是所謂的磁通訊融入教學 大家就會有更多的時間去把 automation 放在教材教法裡面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剛剛一直強調explorable interactable的這件事情 怎麼終止人類破壞地球 大家是沒有辦法的啦 所以大家就趁早支持那個就是類地球 planet的探索工作 就是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大概就是這樣子 如果經營開放社群 其實沒有什麼這個永遠的社群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每個generation 它確保這個generation 學到的東西pass得到下個generation 那至於再接下來就是兒孫自由兒孫父 我想還是不需要擔心太多 但我們這邊就是建立一個隨時可以接放的一個文化 就是多寫自己在做判斷的時候的理由 然後留一個full log這樣子 那所以這邊剛才 unfair, disadvantage, advantage 大概大概都講過了 就是我想我的目標就是要 keep這個diversity and plurality 不要過早地陷入某種singularity 這個是這樣 有朋友問說 如何去改善更新的東西 在日常的地步 當中加入Facebook 台灣UX群 那就是標準答案 對這個剛剛講到的就是 不管是遠距教學,雙式教學, interactive教學 或者是AI融入教學 目前我們都讓學校的課發會 以及它所在的community 有非常好的自我決定的能力 而不是像你形容一個剛性的課題 去匡主大家 我覺得這一次課程會 有學生的參與是非常好 因為他們就是會有uphold 這樣子一個概念 就是學生 know what device, what mechanism or expense 那老師是要因應這樣的方式去調整教材教法 然後這個是重複的問題 OK,VR strategy就是歡迎大家看 所有國家創新經濟的網站 以及SVDA的網站上面 有完整的說明 那如果對高雄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前瞻基礎建設的網站上面 去看提杆圓區的包含KPI 跟Main 做什麼 那上面都有很詳細的說明 Long-term performance 這個當然回答過了 有一個朋友說 這個自然評診功能合在健保卡上 沒有啊,目前沒有這樣子 那個自然評診跟健保卡 目前並沒有任何合一的打算 所以我很高興可以即時澄清這個留言 有一個朋友問說 如何能一天天成長 不只做Niche Market 還可以累積實力 我微博上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stay hungry 就是說每一天是實際去看 那一天可以給你更多的 關於人的實際需求的事情 那如果對使用者需求的 mapping有興趣的話 我自己是用一個叫wordly map的方式 來map它的value chain 跟它的evolution 但是有各種各樣方式 我想重點就是還是要一個context 而不是只是在自己的vertical裡面看 那我覺得這個contextual thinking 是蠻重要的 medical robot startup fit into all the technology tiple and policy 廠商 robot 新創 這三個都有check 所以你可以拿到的資源的來源 是非常非常多的 台灣在科技產業上面的發展 我覺得重點是說台灣有一群 非常有創意的人 他unconstrained by 他的field 那在以前主要的問題是大家是比較私散 或者就出國了 但我們現在想要做的就是剛才講的 fast iteration 這些題目 讓大家能夠來做 怎麼能提升自己到跨國遠距離的能力 我也不用特別提升了 說真的就是 不管是語言交換 還是找一個這個遠距離 沒有 總之 某個你願意overdistance 一直interact的朋友 或者社群 一下子就可以練得很好了 對我想差距越來越大的信用 我們在on different dimensions It's worth keeping in mind 這個藍彩剛才回答過了 K12 curriculum 這個剛才回答過了 歡迎參考我們學年國教的總綱 二十年後台灣這個回答過了 Reach on more people Can take interest in changing the stack of this quote 我覺得組織起來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have fun 然後make the experience fun good food good atmosphere conduct and all those things helps 然後economically 跟geographical reverage 我覺得tech innovation conspective 就是台灣剛才講的這個diversity 不管是在業態上面 在culture上面 在market上面 都是我們會繼續cultivate 我還沒有更新的回談過 我們的國家人體政策的想法 然後這個education system回答過了 fintech回答過了 like of software industry 那這邊剛才講的就是iteration cycle 跟硬體 就是把太景的狀況 那一部分我們現在所謂的遺軟代音 就希望把硬體變成一個iteration quicker 的一個情況 不管是alh 還是大家剛剛做的很多題目 其實都已經有這樣子的精神 what do you really plan to achieve in my tenure my tenure my tenure last only for a day 那我今天的 plan 就是要把大家問題回答完了 我回答完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感謝這個 旁風的眾人 你太太精彩了 我剛剛就是 在下面作為一個觀眾 聽一聽我就眼光就紅了 這個 open source technology 是人類自善的一個方法 那只要我們想說 然後看到一個想法是說 open source technology 只要有一個靈魂 有一個人格 那應該就會像OG 這個樣子 so we are so lucky in Taiwan government have talent like you and we are so lucky today as a group in Disika Valley to have you share with us so thank you so much 那我們下午首先來台灣UXD 普通一次就是永遠都是台灣UXD的成員 那今天這個 對 那今天這個 因為其實這logo是我這裡 好 好 那今天這個 就感謝 這個 這位 這次我給你這個T-shirt 那希望 以後有機會來歡迎你 來照顧 OK 那回答最後一個問題 manage的方法就是 用於say now 我想這個問題就沒辦法回答 今天這個活動 這麼多人來到齊區一堂 我自己覺得是 我辦過最棒的活動 就是在灣區這六年辦活動 那第一個 感謝 ETRI TIEC 國發會 一直以來 對於台灣創業圈 台灣創業community 在吸引我的一個support 同時呢 今天其實 有非常多的 volunteer 今天有幫忙 volunteer 跟facility的朋友 可以請站起來嗎 那大家請 謝謝 今天我 請掌聲 下一點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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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感謝 大家的 參與 那我們今天 還有一些 飲料 可能之後 十到十五分鐘以後 就是 就是請大家 慢慢的往外部移動 那謝謝大家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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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